从梅艳芳公开自己患子宫静癌到噩耗传来 前后不足四个月 正如她的女人花中一句歌词唱的那样 缘分不停留 向春风来又走 梅艳芳就像那一缕浮过人间的春风 容不得往细看 便匆匆赶赴下一场 即便有再多的眷恋与不舍 她也不再归来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两点五十分 香港演艺圈大杰大 梅艳芳在香港养合医院 因患子宫颈癌 引起的肺功能失调 而不幸病逝 中年四十岁 梅艳芳没有做什么道别 只说了一句 不要喊我的名字 不要哭 最终孤傲的脸 2004年1月12号 梅艳芳的葬礼在香港举行 梅艳芳生前的演艺界好友 纷纷来参加葬礼 送她最后一程 殡仪馆外聚集了梅艳芳 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歌迷 他们沉默地手持鲜花 悲痛地哀思 自己喜爱的偶像 我又花一树 藏在我心中 让眼睛真爱无人懂 天地的夜趟 一场门闪 不妨自伤的情绪 你的花 有你在红尘中 你的花 随分轻轻摆摆 只怕我 有一双温柔水 去世前的两个月 梅艳芳没有放弃工作 她的经典金曲演唱会 在香港红摊体育馆 如期举行 这一次 没有以往的静歌热舞 没有健康时浑厚的嗓音 她穿上了朋友 为她设计的婚纱深情款款 或许当时 她已经意料到 这将是她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 没有实现在生活中 穿一次婚纱的眉眼方 最终把自己嫁给了她奉献一生的舞台 坎坷一声 辉煌一声 梅艳芳用她的方式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虽然直到最后 她都没能找到那个 白手不相离的一心人 虽然她最后穿着婚纱离去的背影 让人心疼 但是她在有生之年 已经把最美好的部分给了世人 她永远都是盛开在千万人心中 不屑的女人花 酷 酷 他的流程 和蚁俱 种植物 着夜 感谢观看